谁来四川会不喜欢吃伯伯鸡呢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红油跟那个麻椒粉 那个炒羊肝一端上来真是香菲我了 羊肝好好吃啊 今天是梅山的最后一期视频 主打就是一个茶楼补缺 长度的朋友给我推荐的这家羊肉店 好像还一直没吃羊肉呢 羊肉汤上桌我没觉得什么 但是这个火爆羊肉丝 跟这个炒羊肝一端上来真是香菲我了 它上面都放了足量的麻椒粉 窜鼻子眼的那种 对 巨嫩 就刚刚好的那种 也是泡椒口味的 最好吃你快尝吧 爆炒羊肉丝 味性跟羊肝差过 配菜不一样 这是家秦菜炒的 所以我比较偏爱这道菜 然后我把碗羊肉 它这个是白味的 然后配了一个蘸水 你要蘸着吃 它这种带皮羊肉 哇 这个蘸水还挺辣 里头有小米辣 好鲜的汤 旁边有这个盐 你们自己加 它是白味的 我觉得它的快乐 就跟臭脚牛肉一样 就是肉汤 带来的三百盒快乐 我还追加了一顿羊脑的 也是用内锅汤烫熟的 哦 鲜糯鲜糯的 它虽然是白糖 一点都没有腥味 给姑奶奶盛饭 刚刚好好吃啊 其实调味就是 就是泡椒调味 它是嫩 确实是嫩的 作为一个不吃秦菜的人 也没有办法啦 挑一条肉身 咱就说这个泡椒确实下饭哈 多喝 饭 煮 鲜糯 鲜糯 一巴 鲜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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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人多的话 我可以点那个大汤锅 我看是1101斤 因为我们待会还要去吃别的 所以简简单单尝尝味道 这个羊汤就跟我们平时跟北京啊 或者跟哪儿喝的羊大汤还真是不太一样 味不会很厚 汤也没有那么白 但就是很鲜 就是羊肉那么鲜 阿通已经饭好累了 白酒吃时候有点鲜 给我来咖喱饭 应该吃完了吧 一共是115 第二家天祥风小吃 白天不开只有晚上才开 谁来四川会不喜欢吃宝贝鸡呢 这个是橡皮 这个好像毛肚 这个是只有肉的嘛 没有看到素菜呀 这个波波鸡的素菜是单点的按会儿 我的妈呀 你看这个红油跟那个麻椒粉 这个太香了吧 波波鸡涮素菜绝对是神一样的存在 它这个料真的很香 还有这个招牌的玻璃蒸饺 好小啊 就半个手指都这么大 但是确实是很透明 给你搭配了蘸料 这个好吃啊 超级保软的皮儿 不是很紧实的肉馅 就应该一口一个 就是葱香肉香 饿了 我能吃石龙 反正牛肉 料理水瓶吧 豆腐腩 它这个不是那种特别厚厚厚的 跟我在乐山吃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它这个豆腐比较多 豆腐感更足一些 这小饺子要 乳汤里搁碗里就跟小火嫩似的 还是有点咸 来锅搞点米饭 直接就扣粉蒸羊肉里了 我才发现它这里居然有的是芹菜叶 波波鸡的鸭肠真是太好吃了 吃的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波波鸡味道真的很好 玻璃蒸饺也不错 然后这个素菜啊 你们要爱吃波波鸡的话可以来一碗 这个素菜裹红油比肉菜裹红油裹的还多 通哥居然吃了这么多钱 跟我吃的差不多 你好 接下账 哦 我账怎么还一堆啊 慢点了 别再收上去 多少根 144多根 你真能吃 你吃144多根 波波鸡 谢谢